男人将100度的废水倒入洗手盆 然后把橡皮泥丢进水里 等到它完全融化后 他巧妙地将其捏出弧度 再放入预先准备好的模具中 最后使出吃奶的净用力压 一把仿真手枪便制作完成了 接着 男人敲响了房门 将手枪递给等候的劫匪 随后劫匪嚣张地闯入了机舱 所有人都错愕地愣在原地 同时另外两名同伴也冲了出来 很快就掌握了局面 还劫持了空姐 逼问他飞机上空警的身份 为了避免乘客受到伤害 空警只能选择主动投降 在劫匪的威胁下 男人不得不交出武器 就在这时 一名勇敢的乘客突然反抗 大声呼喊其他人过来帮助 所有人却都不敢伸出援手 结果他遭到劫匪的毒打 见他倒地不起没了动静 机舱内也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接着劫匪高举横幅 吆喝着恐怖组织的口号 机长此时察觉到了机舱内的异常情况 紧急将应答机调整到7500 很快 空管注意到了飞机的异常 这时飞机上的一名乘客在偷拍 却被劫匪抓个正着 他们为了更好的控制乘客 没收了所有人的手机 并将他们集中到经济舱 然后再次劫持空姐 威胁机长打开舱门 机长却直接拒绝 劫匪无奈之下 通过电话要求政府释放他们的领导人 然而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 飞机上并不只有这一伙劫匪 一个男人鬼鬼祟祟的眼神 似乎更像是早就认识空姐 而他们另一伙人的目标 是飞机上藏着的12亿钻石 这批钻石是婆罗多部长特地从中东定制的 为了能安全送回国内 专门为这台钻石手机定制三重安全措施 首先需要一个值得信任的送货员 其次他们会把密码分成两段设计 由部长和安保公司各自保管 必须成功输入密码 才能打开保险箱 最后就是手机卡里的全球定位系统 一旦有人触碰到手机卡 或者钻石出现偏离 都会在第一时间收到信息 而最重要的就是投下巨额保单 可他们千方万方也不会想到 自己的内部竟有内鬼 这个内鬼叫老沙 他偷偷与部长秘书联系 因为只有秘书可以搞到另一半密码 就算钻石丢了部长也不会有任何损失 而两人却能因此飞黄腾达 显然这是一件没人会亏本的买卖 但还有一个头疼的问题 就是全球定位系统 老沙把下手地点定在飞机 决定和空姐女友联手 尽管他们都不知道送货员的具体身份 但公司为了安全起见 这人一定会在运输途中不吃不喝 可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 这反而成为了他们寻找目标的手段 于是女友利用职务便利 挨个询问在场的乘客 终于被他找到了目标人物 随后女友在收餐具时 故意弄脏了送货员的衣服 为了不引起注意 送货员只好前往洗手间清理 可就在他们即将得手时 没想到半路来了个脚屎棍 为了能成功拿到钻石 老沙只能假装哮喘 谎称要在包里 请求回自己的座位 劫匪这边也只是单纯的想救老大 并不想闹出人命 同意老沙返回商务仓 老沙成功找到送货员的手提袋 可就在他输入完密码后 却感到几倍发凉 不知从何时起 劫匪已经悄然出现在他后面 老沙不得不藏起保险箱 谎称要不在这里 可刚刚还在哮喘发作的他 此时却健康地像个正常人 老沙连忙又演了起来 一副呼吸急促的模样 可对方也不是傻子 一拳打破了他的伪装 叫喊声惊动了劫匪其他同伙 看到老沙被打得满身是血 劫匪也不再同情 把老沙强行带了回去 女友见状慌了神 在他不停地哀求下 劫匪才同意他给老沙进行治疗 与此同时 为了确保数百名乘客的安全 政府不得不同意了劫匪们的要求 并提供了一架直升飞机 为了及时了解最新情况 部长还派遣了秘书前往现场 很快 他们开始与劫匪电话沟通 商讨人质交换的细节 现在机舱里只剩下一名劫匪了 女友敏锐地抓住机会 吸引了男人的注意 成功为老沙争取到了机会 老沙再次溜进了商务仓 终于拿到了相满钻石的手机 然后 他从自己的包里 拿出预先准备好的假手机 将手机卡更换后 巧妙地放回原处 但就在他以为胜券在握时 没想到一回头就被劫匪抓了个正正 老沙只好把背包放下 这回他又该怎么糊弄过去呢 在对方的要求下 老沙乖乖打开了背包 眼看劫匪已经发现了钻石 老沙趁他回头喊人的瞬间 突然从背后偷袭 而这时飞机也刚好降落 剧烈的晃动让手枪走了 声音瞬间引起其他劫匪的警觉 可赶来后同伙已经隐恨西北 他二话不说将老沙一顿暴打 在扭打过程中 老沙巧妙把手机藏了起来 等到另一名劫匪赶来时 老沙也彻底被两人制服了 随后他被拖进厕所 这时空警成功挣脱绳索 看到老沙被殴打 随即拾起掉在地上的手枪 毫不犹豫地向劫匪开火 然而 当他成功击毙两名劫匪后 危机依然没有解除 反而变得更加棘手 得知情况后 机舱内的乘客也陷入了混乱 女友赶忙安抚乘客 紧急打开机舱门 安排他们疏散 当所有人安全撤离后 警察开始解除炸弹 但让所有人傻眼的是 炸弹竟然是假的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三名劫匪的尸体竟然消失了 机舱内也没有任何线索 当警长得知情况后 才意识到这并不是一场单纯的劫机 提前准备好的直升机 和哨塔上的士兵都未发现异常 劫匪犹如人间蒸发了一般 警长紧急封锁了出入口 并命令所有乘客不能离开 就当他想找空警时 却发现了一个烂醉如泥的男人 在机长的确认下 才得知对方正是空警 当听完男人的话后 警长直接脑溢血了 这事情比想象中复杂了更多 然而 当他们向乘客寻求有关线索时 居然没一个人知道是谁开的枪 警长赶忙呼叫守卫 却得知有个长官刚离开不久 而那人正是那个假冒的空警 为了找出潜藏在乘客中的恐怖分子 警长决定一个个询问 与此同时 老沙带着钻石找到了秘书 但通过专家的鉴定 钻石竟然都是假的 秘书难以置信地逼问老沙 认为老沙企图私吞钻石 逼迫他交出真家伙 否则不会让他离开房间 可此时的老沙完全猛了 因为他根本不明白是怎么个事 秘书命令他一个小时内找出真家伙 否则就把他们一家人卖去缅北 然而 此时的老沙根本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更不知道如何找到真正的钻石 正当他感到束手无策时 女友悄悄地找到了他 了解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后 他也感到难以置信 但考虑到两人的未来 女友还是紧紧地拥抱着老沙 他不想让金钱问题分开他们 可现在没有了钱 他们的生活将何去何从 老沙气愤地捏住了他的脖子 老沙越说越愤怒 终于承认自己根本没有爱上女友 接近他完全是为了盗取钻石 对他的生死完全不在乎 说完伤人的话便气冲冲地离开了 只留下了伤心欲绝的空姐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 这个看似弱不禁风的女人 最终成了这次事件的胜利者 原来老沙为了偷钻石 特意提前踩点 为了让空姐能和他做配合 他故意制造机会 让空姐放下了戒心 还将自己包装成成功人士 把空姐追到了手 很快 两人坠入了爱河 但他没想到这次完大了 老沙顿感不妙 但为了成功拿到钻石 他开始给空姐花饼 就当空姐信以为真实 老沙决定再加点信 让空姐看见自己被欺负 空姐连忙赶来关心 老沙见时机成熟 便谎称员工之前弄丢了一批钻石 刚刚打他的人就是货主的打手 对方要求自己必须归还 否则会以盗窃罪让自己入狱 不料空姐听后异常气愤 因为她的父亲就是抢劫 最终死在了自己眼前 老沙见空姐对自己失望透顶 又连忙树立起自己的人设 表示很快就能搞定这件事 然而这一天 她刚陪完女友做完产检 谁知债主又找上门 她想带着女友逃走 可还是被抓到了 眼看男友被人毒打 空姐慌张地冲过去 却被对方一脚踹飞 老沙见状发了风 将对方按在地上暴打 可当空姐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在医院 而她肚子里的宝宝已经没有了 老沙急忙进来安慰女友 但就在这时电话响了 面对对方的威胁 老沙再次表现得宁死不屈 然而女友意外地答应了对方 愿意利用自己的身份帮助老沙 空姐已经失去了孩子 她不想再失去男友 老沙让她先好好休息 然后说要找医生询问一下情况 然而当她离开房间时 女友却收到了她好友的信息 正是老沙与两名打手的对话录音 空姐完全无法想象录音中的内容 当她出来想寻找老沙时 却正好看到她驾驶汽车离开 男友明明说去询问医生 但为何现在突然悄悄离开 时至今日空姐从没怀疑过她 然而当老沙走进一家酒吧后 她毫不犹豫地挥起拳头 事发在酒吧内的一幕 全被跟踪的空姐尽收眼底 这一刻她终于相信了 男友对她爱权是装出来的 老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而老沙发火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打手伤害了她的孩子 而是因为他们打到了 自己那英俊的脸上 得知真相的空姐难以置信 但心高气傲的老沙此时还不知道 得罪女人会是怎样的下场 为了报复这个渣男 空姐联系了多年前的同伴 他们曾是赫赫有名的盗窃组织 但因空姐的厌倦而解散 如今老大遇到了麻烦 他们也将对老沙进行复仇 在飞机起飞之前 空姐偷偷地把药物放入饮料中 成功让空姐入睡 由于飞机上不能携带武器 同伴只能用橡皮泥制作假手枪 为了打消机上乘客的希望 胖子制造了一场苦肉计 彻底打消了所有人反抗的念头 接着他们搜走了所有的手机 只留下同伴那一部手机 另一名同伴则假扮成空姐 不仅夺取了真空姐的手枪 还替换了里面的子弹 他们将乘客赶到经济舱 目的是打乱作为次序 在成功地将手机掉包后 他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 打烂普姓男引以为傲的脸 然后他们用巧克力伪造成一颗炸弹 制造出混乱 趁所有人都惊慌失措离开飞机时 三名劫匪则换了衣服 大摇大摆地走下飞机 而假装成空姐的同伴又利用自己的身份 成功地带着钻石离开了现场 他们之所以选择在小机场降落 就是看中了那里容纳不下所有乘客的一点 此时的警方已经脑干缺失 即便询问到了真正的劫匪 却找不到任何证据 乘客不知道他们身边坐的有谁 连空姐也无法确认是否有乘客失踪 而被打伤的胖子成为了众人的英雄 老沙极力想要澄清自己 每个乘客都有做这趟航班的理由 唯独其中一个同伴的理由很牵强 可他因为提供了现场录像 被警长成功排除 现在只有空警怀疑空姐送来的饮料 但空姐偷偷躲进了厕所 拨打了一通神秘电话 等到警长试图审讯空姐时 却没想到手机响起 竟是部长打来的电话 原来空姐刚刚威胁部长要他停止调查 否则就要曝光他收受贿赂的丑闻 为了表示诚意 他把老沙盗取钻石的证据给了对方 如今避免引起市民恐慌 部长要求以恐怖分子被击毙为由结案 空警则理所当然成为国家英雄 面对领导的施压 警长不得不服从 随着将所有乘客送出机场 一场完美的犯罪就此画上句号 面对外界的媒体 部长也早就想好了替罪羊 两人串通盗取钻石的计划 早被空姐当作礼物送给了部长 此时的老沙才终于明白 这一切都是女友的精心策划 但后悔以为是已晚 等待他们的只有结击者的罪名 而空姐已经换了的新身份 开启了全新的生活